一书难写中外事 万字竖尽古今情 欢迎您收听 历史其实很有趣 庆史其实很有趣 第27集 醉翁之意不再久 后经天冲五年 皇太极为实现清军入关 统一中原的愿望 走出了入关战略的重要一步 亲自率领大军攻大陵合成 大陵合成是战略要地锦州的门部 主大寿率1.6万余人守城 皇太极率兵围城三月 主大寿弹尽粮绝 为了城中1万6千将士 与三万百姓的安危 主大寿投降了 皇太极对主大寿极为礼遇 不顾人的劝阻 接受了主大寿的智取锦州之计 就像皇太极所说 正已成待他 他必不复正 即使他复正 正在所不惜 要的就是心悦臣服 然而令皇太极始料未及的事 主大寿失信了 回到锦州城的主大寿 彻底的断绝了与皇太极的联系 甚至他已经顾不得在清军中为职的儿子 主可法 以其部将三十余部将的性命 面对主大寿 我绝不做失信之人的誓言 皇太极却表现出空前的宽容与耐性 依然后代主大寿的儿子和部将 历史总是不经意地显示出其戏剧性的一面 十年之后 清军晋取战略要地锦州城 守卫锦州的依然是主大寿 因为锦州城是山海关最后的屏障 攻下了锦州 就好比一把历刃直抵明朝的咽喉 要如何才能攻下锦州呢 皇太极从满洲贵族的特殊利益 和满足贵身的具体情况出发 决定屯兵一线 将其作为攻取锦州的前沿阵地和后勤基地 面对晒上之兵 莫尽于主大寿之兵的形势 皇太极的对手 依然是主大寿 采取的方法依然是围城 这次的围困 让主大寿想起十年前的大灵河之围 与大灵河城一样 锦州城也陷入了孤立无援 淡尽良决的处境 而城内还有部分 有意归降清军的蒙古将领 可谓是内忧外患 从得七年农历二月十八 弘尘筹在松山被俘 松山失县 主大寿等待明朝援军的希望破灭 又受到已经投降清军的两个兄弟 主大臣和主大乐的劝导 无奈之下 于是在当年的三月八日 再次的投降了清军 这一次 黄太极依然对主大寿李戴有加 主大寿被黄太极的诚心所感动 真正的投降了清军 面对主大寿第一次投降 背叛 为何黄太极还要再次召降主大寿呢 黄太极深知主大寿在军事上的价值 主大寿抗清二十年 有多少满洲人 都是在取主大寿向上首级 夺南朝花花江山的梦想中长大 可以说 主大寿是一代满族人 在军事上的精神目标 而且对黄太极的雄徒大业来说 景州之后的下一个战略目标 就是重镇陵远 陵远总兵 辽东提督 吴三桂统帅了关外民军 成为清军的最大主力 主大寿是吴三桂的舅舅 可想而知 主大寿在对吴三桂的战役当中 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黄太极召降主大寿的真正目的 其实是为了吴三桂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吴三桂